未来在整个台风接近的过程当中 今天晚上东半部跟恒春要注意 和局部大雨或好雨发生的机会 尤其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好雨发生的可能性 此外在北部跟南部 这时候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像间歇性的震雨出现 沿海风浪是持续增强 而在1号到2号这段时间 台风在持续接近并且通过的当中 明天花冬的下雨会越来越剧烈 恒春半岛也是越来越剧烈 而南部地区时间是越晚的时候 风雨会越来越强 而各地都要延防长空好雨的情形 而等到2号的时候 刚提到从西南近海通过台湾 这时候南台湾的降雨还是持续着 等到台风要通过台湾之后 开始换北台湾的下雨 也会开始比较明显起来 3号之后台风如果顺利的逐渐远离之后 到时候北台湾还是要留一些 有局部大雨或好雨发生的可能性 提醒大家因为台风正在持续接近的过程当中 在1号到2号这段期间 台风在接近我们西南部的沿海 这些地方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可能还是保持一个 非常好的完整的结构 它的强度可能来到中路台风的上限 甚至接近强度台风 所以说越来它在登陆的过程当中 只要接近比较像台南高雄 或甚至屏东这些地区的民众 一定要盛防它的强风 可能带来一些致灾性的影响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西向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